文學千古事,得失我心智,蕭若元和你細說,新高中中國語文。 這首《儒家傲》,我特別選了出來,《天接雲圖,練妖夢》, 這首是他講他的發夢,你想想天接無窮無盡的雲圖, 連著妖夢的光透出來的情況, 星河玉鑽,那些星河在鑽的時候, 千帆武,好像一千個帆船, 在那兒圈圈圍著北極星在那兒移動, 星河玉鑽,千帆武,是多麼壯觀呢? 其實千帆並舉,千帆就由這件事啟發我, 當時在麗璧時代,彷彿夢魂歸帝所, 我發夢是見到造物者,這個帝是指天帝, 我發夢,去到見到造物者, 問天宇,上帝問我, 欣勤問我歸何處, 他很欣勤地問我,究竟我想去做什麼, 我人生的志向是做什麼, 我步路長遮日霧, 我所追尋的東西是很遠的, 而時間是不夠的, 去做藝術的追尋, 因為我是一個有天分的人, 學詩萬有驚人俱, 我寫出來的詩就是有些跟別人不同, 是可以驚人, 我是這樣回答這個上帝, 上帝說不用怕, 不用怕, 你繼續壯大的志向, 九萬里封盼政舉, 封幽住, 奉舟, 吹取三山去, 這個當然是來自莊子蕭搖遊, 這個大鵬鳥, 一飛就九萬里, 乘風而飛, 九萬里, 那些千帆並舉的舉禪就是這樣來, 是不是, 你想想這個志向是多麼偉大, 九萬里封盼政舉, 上一飛就飛九萬里, 封幽住, 你不要去住, 你不要去住, 你不要吹住, 你等我, 奉舟吹取三山去, 我是直去仙境, 逢來方丈盈州, 是不是一個非常壯觀的詞, 尤其是, 聲賀玉鑽千帆無, 九萬里封盼政舉, 封幽住, 奉舟吹取三山去, 所以他又不只是作這樣的詞, 李清照是, 好了, 接著又繼續講, 李清照接下來是怎樣, 當然, 接下來發生的事就變成悲劇, 由喜劇就變成悲劇, 北宋忘了國, 他和趙明成就走了下來江南, 走了下來江南, 在頭幾年, 趙明成還是有官做的, 初初是有官做, 但是已經是顛潰流離, 顛潰流離, 因為, 金兵下來追殺宋高宗, 趙寇, 宋高宗要坐船出海避難, 被金兵趕到是無路可逃的, 何況他們這些人呢, 喂, 最悲慘的, 對李清照來說是什麼呢, 不是走路很辛苦, 不是沒有飯吃, 不是沒有錦衣, 是運不到他的金石, 你知道嗎, 是中途丟失了很多, 這個真是慘到不得了, 你不搬得這麼多重東西, 那怎麼辦呢, 搬來搬去不見了很多, 這是他最肉赤的事情, 好了, 接著過幾年, 趙明成死了, 李清照 就成為了寡婦, 那我一陣子讀一首《星星萬》, 其實就是他寡婦時期的作品, 那後來的詞就變了沉鬱很多, 當然就是, 而且就有一些角破家亡, 是隱約流露了一些角仇家恨的情緒, 那是在那裡。